1月8号至12号 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 将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是2024年中国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明旺认为 穆伊兹此行体现了对中国的重视 中国对马尔代夫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体现了对中国的重视 这两国关系的定位成全面发展伙伴的关系的话 关键我觉得是全面两个字的意义 然后是一个战略的意义 两国关系的升级和它全面的跟中国对接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两国关系的提升 我觉得要放在这种大的时间上和视角上来看待它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关于构建中马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以及共建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经济等领域一系列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林明旺阐示 这是两国不断深化政治互信的过程 也是两国元首共同为中马关系剥划蓝图 开启新增城 我想这个一带一路实际上是这个中马从西主席访问之后 一个合作的最最重要的这个亮点也是一个抓手 实际上这个中马在一带一路项目的合作非常的广泛 涉及到方方面面 基础设施建设啊 这个甚至它饮用水啊 机场建设啊 还有它这个社区的住宅的建设啊 度假村的建设啊 合作范围非常之广啊 而且也规划了很多这个合作的这个这个这个项目啊 包括这个自由贸易贸易协定都签下来了 原来的很多设想啊 都会这个在慕一支的这个领导之下 可能会重新的复活吧 慕一支来华的首站 便前往福建省并参观了厦门自贸区 林明旺表示 马尔代夫是海岛国家 而厦门也是海岛 两者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或许厦门在旅游自贸区等方面的成功 可以为马尔代夫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随着中国这个影响力上升 还有这个发展 很多人来中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 不仅仅是吸引中国投资啊 吸引中国游客去那旅游啊 很重要的一点 要从拙远的这个大的产业来发展 学习中国的很多的这个管理经验啊 中国的发展经验啊 所以这个慕一支选在厦门 这个对我来说啊 我觉得一点不奇怪 因为厦门呢 跟这个马尔代夫呢 这个很有很强的相似性 厦门也是海岛 这个这个马尔代夫呢 是一个海岛国家 然后旅游为主的这样一个国家服务业为主的 实际上这个除了旅游之外 他也在想着说 这个对这个海岛的发展 能不能有一个新的这个定位 就包括为什么去厦门看这个 自贸区的建设啊等等 我觉得都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